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是客家面 依循古法制作就非常的有特色 我们要带您一块来尝尝 别小看这间小小的客家面店 在大西可是赫赫有名呢 很多人大老远跑来就爱这一位 猪油 玉堂丝的咸味 放下去就是比鸡肉 好 完成了 来 阿婆跟客家面 客家面 动作很熟练 因为这面已经煮了三十多年 她是老板娘七十多岁的奶奶 翁干妹 说起话来坑腔有力 她煮的客家面更是烤旧 汤头是用大骨熬汤 口感鲜甜 而这个油葱酥 也能吃到客家奶奶的好手艺 里头炸猪油 老涛更是赞不绝口 新鲜的客家面条配上客制的汤头 不油不腻也不会太咸 因为连酱油奶奶都有秘密武器 一个盐巴开水去滚 吃那个酱油的咸味 吃面要有咸味才好吃 除了阿婆的客家面 在大西客庄住一晚 也能品尝到不同的特色客家味 老板娘豆豆改装舅舅的仓库 把外婆的嫁妆都放到店里当装潢 她说东西真的是老得有味道 有这么漂亮的那种三合院 百年的老房子 我妈妈从小在这里生长的地方 她有她的美 不只传统装潢吸引人 她也传承外婆的好手艺 让大家爱上客家田野 不论是手工麻薯还是客家汤圆 她通通一手包拌 香Q弹牙的客家麻薯 做成小圆球 方便游客入口 Q弹的麻薯口感是游客必点的美味之一 她的客家汤圆也很有特色哦 她用黑糖做沾酱 小时候常吃的地瓜 变成了这道甜点的主角 熬煮多时的地瓜松软又可口 我会去传承什么以前的做法 以前的精神 比如她已经用纯糯米 让她有口感又嚼劲 悠闲的氛围仿佛置身室外桃园 在大西客庄住上一碗 能够呼吸到新鲜空气 也能品尝到客庄特有的古早味 大古而至的汤头配上阿嬷的油葱酥 客庄特有的滋味 为初来大西的旅客接风 客家汤圆沾上皮糖 入夜后的甜蜜滋味 住一碗的好梦 找到感动时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点长